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推特本港时间14日5发布消息指 两名世卫组织专家在新加坡转机时 因为血清Igm抗体检测为阳性 因此未能按计划前往中国武汉 进行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工作 两名科学家目前仍留在新加坡 正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本港时间今日上午11时左右 其余13名世卫专家团队飞抵武汉 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隔离 他们将和中国专家一道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世卫组织称 专家团所有成员均在前往中国前 在各自的国家进行了多次核酸和抗体检测 结果为阴性 1月15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中 有两人因抗体检测呈阳性未能登基 但他们核酸检测未呈阳性 你可否澄清一下中方关于外国人入境的政策 是仅根据核酸检测结果 还是抗体检测阳性也无法入境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介绍 经双方协商 中方同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于1月14日来华 同中方科学家一起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 昨天中午 国际专家组13名成员已经顺利抵达武汉 并入住隔离饭店 赵立坚指出 中方的远端检测规定是根据当前国际疫情形势 参照多国做法做出的安排 目的是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保障中外人员往来有序进行 这既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内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也有利于最大程度降低来华人员自身途中交叉感染风险 维护大家的健康安全 去年11月 中方就已经公开发布了 关于搭乘航班赴华人员 虚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及血清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大家可以登陆有关中国驻外使馆官网查阅原文 中方将严格遵循相关防疫规定和要求 为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国际合作 提供相应支持和便利 赵立坚说 我也向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了了解 世卫组织专家组的15名成员中 有一名英国专家和一名来自卡塔尔的苏丹籍专家 在新加坡机场转机检测期间 Igm血清抗体检测呈阳性 根据有关防疫规定要求 自新加坡出发 搭乘航班赴华的中外级旅客 应于登机前两天内完成新冠病毒核酸 和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 即双阴性证明 之后申领带HS标志的绿色健康码或健康状况声明书 出于对世卫组织工作的支持 中方同意对有关专家进行第二轮Igm抗体检测 结果显示 英国专家检测为阴性 卡塔尔专家仍为阳性 我们已经同意英国专家来华 我们将继续同世卫组织就相关事宜保持沟通 为双方开展溯源合作 共同做出努力 随着新冠病毒在2021年的继续扩散 中国国内持续出现境外输入病例 此前回国人员需要在中国大使馆认可的机构 做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以此称为双阴证明 但现在由于世界疫情还在不断扩散 国内本土疫情又有抬头的趋势 所以双阴证明已经不足以回国了 回国将有可能需要四阴证明 四阴证明即交叉双检测证明 回国的小伙伴必须找到大使馆认证的 两家检测机构同时做检测 得到两份核酸证明和两份抗体证明 二加二等于四即四阴证明 现在只要同时获得以上四份证明上传大使馆后 才能取得入境中国的绿码 除了做以上四项检测外 回国人员还需要在检测采样时持护照拍照证明 据悉 目前南非 埃及 葡萄牙 尼泊尔等国 已经开始实施这项新规 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微信公众号消息 1月12日 在对进口非冷链货物外表面例行核酸检测中 发现一批衬衫和西装的布料纽扣货物的外包装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1月13日复核确认为阳性 该批货物由阿姆斯特丹始发 途经韩国抵达大连市 大连机场立即对阳性货物进行了封存 并对阳性货物和相关环境规范进行了消毒和处理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奎文 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为严防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 截至1月13日24时 全国口岸环节已对1317万件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 进行预防性消毒 并抽样检测样本1295692个 检出核酸阳性结果47个 目前已对39家境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采取了紧急预防性措施 107家境外相关冷链企业 在出现疫情后主动暂停了对华出口 1月14日 世卫专家组飞抵武汉 他们将与中国专家一道展开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直此之际 部分西方媒体仍在阴阳怪气地污蔑中国掩盖事实 曾多次发漫画讽刺美国政客的中国驻法大使馆 再次发出灵魂拷问 14日 以停止政治操弄 让新冠病毒溯源回归科学本源为题发文 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还有哪个国家接待过世卫专家考察 哪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多 驻法大使馆官方推特当天也发帖 专门点出这句话 并在推特页面置顶了法语全文 文章还反问 按那些无端抹黑中国的人的逻辑 2019年夏秋之交就有新冠病毒传播的国家 为何不允许世卫专家实地调查 推迟三个月报告新冠病毒变体的国家 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该不该为世界各国受到的影响负责 中国驻法大使馆在停止政治操弄 让新冠病毒溯源回归科学本源一文中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始终本着开放透明负责任态度 同世卫组织就新冠病毒溯源 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在全球疫情居高不下 国内疫情防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 中方仍克服困难 同意世卫专家组如期复华开展溯源合作 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日前 不少外媒炒作 世卫组织专家复华签证办理问题 驻法大使馆表示 近期 中国本土疫情呈现出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交织叠加态势 中方防疫部门和专家都在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抗疫工作中 世卫组织专家中有多位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 中方必须提前同世卫组织就入境防疫措施和在华工作模式形成等安排达成一致 以便既便利专家工作又符合中国防范疫情输入的措施规定 这样的沟通过程是完全必要的 花一些时间也是合情合理的 无可指摘 驻法大使馆指出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 拿技术问题大作文章 网称中国拒绝世卫组织调查是为了掩盖一些事 炒作早就被科学家否定的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说 还宣扬中国人应对180万新冠死难者负责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人如此恶毒地攻击中国 不是为了追求真相 而是把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介意污名化中国 文章直指 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始作俑者 就是那位煽动攻占国会的美国总统 他把本国疫情搞得一团糟 为了推卸责任 而一股脑地把脏水泼向中国 时至今日 还有人与这样的人为伍 重复他的陈词滥调 非傻即坏 对于别有用心人士的污蔑 驻法大使馆反驳道 去年2月和7月 中国已两次邀请世卫专家复华考察 一年来 同世卫组织及各国专家通过视频交流频繁互动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还有哪个国家接待过世卫专家考察 哪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多 按照那些无端抹黑中国的人的逻辑 2019年夏秋之交 就有新冠病毒传播的国家 为何不允许世卫专家实地调查 推迟三个月报告新冠病毒变体的国家 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该不该为世界各国受到的影响负责 驻法大使馆最后强调 对于新冠病毒溯源 国际社会早有明确共识 即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应该由科学家去解决 政治应该远离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中方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范围进行溯源科学研究和考察 希望其他有关国家积极配合世卫组织工作 尽快查明事实真相 以便今后更好应对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危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